Hello大家好,我是偷温大滴滴君 最近时事热点频报,娱乐挂田丰收 美国在阿富汗留下的乱局到现在还没有个头 到时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图绑热搜 但普罗大众看热闹的时候 总少不了一个高端为官客的探头 这位人称六公主的看客 总是以阴阳怪奇的方式 把自己蹭进所有的热点里 让其他吃瓜群众原地抠溜 没错,滴滴君今天要说的 就是人称傲娇六公主 阴阳怪奇第一名的电影中道 他中央单位的面子下是傲娇网友的李子 他号称是放电影的 实际上干的是时事社会娱乐评论的活 阴阳怪奇的背后是一颗惩恶扬善的中国心 在美国撤离阿富汗的这一天 临时换上一条狗的回家路 讽刺美国人的意味实在是太明显了 可他没有给外人留下任何把柄 一副我就嘲讽你了 你能把我怎么办的傲娇姿态尽显无疑 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中国残疾基建运动员金金 在法国传递火炬时遭抢 法国官方纵容违法分子引发国人愤慨 六公主于是播出漫长的婚约 这部剧讲的是法国士兵 举着白旗向德国求饶 放了我吧给我调生路吧 我想活我不想死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我不是法国人 我是科系家人 科系家人不是法国人 对于在国内国际政治上搞双标 肆意干预别国内政的法国来说 六公主的回应可以说是既精准又极其内涵 2014年4月 日本首相安倍访问美国 签署每日安保条约 原本节目单上的中华英雄不播了 电影频道改播珍珠港 2018年12月初 巴黎发生大规模暴乱 按照节目单的安排 12月3日本来应该放简爱 六公主火速调整 安排了悲惨事件 这部电影重现了1832年 巴黎市民起义反抗君主专制的历史 除了不务正业的嘲讽时事外 六公主当然也不会放过自己的本行 王宝强和马荣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事实真相一度扑朔迷离 电影频道播出了唐人街探案 2018年11月26日 与权组合的歌手陈宇凡 涉嫌非法持有毒品 被北京市石井山公安分局依法拘留 然后电影频道就播了《美公和行动》 类似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 滴滴音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一下 借助电影而不是话语 六公主的内涵 属于那种懂得自然懂 不懂得很快就会懂的类型 是极有文化底蕴 又相当精准的打击 要不怎么说文化人才是真的毒呢 但看似刻薄的六公主也有温情的一面 今年年初吴梦达离世 达叔头七这一天 电影频道播出流浪地球 送别黄金配角 六公主的个性表达 吃准了当下年轻人的喜好 这种态度纯粹 是六公主自身的定位和一贯的风格 作为一个以CCTV6为标志播出的频道 电影频道从来不在播出时 播报中央电视台的呼号 而是简单的电影频道 事实上在1996年之前 中央电视台是没有电影频道的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带来了更多样化的娱乐方式 电影院大量消失 被改造成了低厅 录像厅 甚至台球厅 电视机的普及和电视行业的崛起 更是把刀架在了电影业的脖子上 穷泽思辨的电影行业 不得不探索新的路子 1996年1月1日 经过一个月的试播 电影频道真是以CCTV6的呼号开播 但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则是作为当时广播部的事业单位 负责频道的内容制作和运转 直到2018年 电影频道随着国家机构改革 规划到中宣部管辖 今天的电影频道拥有2万部叠片 可以任性到随时撤换已经公布的片单 通过播出的电影 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个性 但刚成立的电影频道 最大困难就是片源 在资金严重缺乏的当时 采购国外影片不太现实 为了保证频道的运作 广电部要求电影界以版权众筹 资金返还的方式 为电影频道提供片源 没错 傲娇的六公主其实是靠众筹起家的 冒死揭穿六公主底细的DT军 希望大家把保护打在公屏上 大家都知道 以往的电影主要靠电影票房 获得第一轮收入 而下映之后 则依靠电视、影碟、发行等渠道收入 在盗版碟和网络资源 先后横行的中国市场 电视就成为中国电影 最重要的二轮收入 最高峰时 电影频道一年收购 国产电影数量超过400部 自2000年至2019年 购买总量达到6553部 累计金额超50亿元 不过 跟美国等西方国家 电视网不同 共观众免费观看的电影频道 主要靠收视分层 和电视广告收入获得回报 在一段时间内 成为中国最稳定的第二轮电影市场 免费播放电影的六公主 虽然入户率 在央视所有频道中排名不高 但却长期保持收视率第二的地位 仅次综合频道 哪怕是在电视市场 受到网络冲击越来越严重的2019年 电影频道累计观众规模 也达到11.13亿 日均达到1.55亿 位居全国上星频道的第二名 这个市场有多大呢 电影频道2019年 共播放了4767部电影 大陆电影3710部 港澳台电影117部 2019年 收看播出电影超过60分钟的 累计有69.7亿人次 相比内地城市院线 观影17.27亿人次 电视市场的观影人次 是影乐市场的4倍 到了疫情的2020年 电影频道超过60分钟的 触达总人次 为85.3亿 达到院线人次的15倍 除了CCTV6 电影频道还包括三个付费频道 两个海外数字频道 加上2012年12月 开播的CCTV6高新频道 整个电影频道 实际上是有7个电视频道 加1905电影网 和各类融媒体APP 以及中国荧幕杂志 构成了全媒体矩阵 所以说 六公主的傲娇 是绝对有实力 有底气的傲娇 从频道开播以来 中国频道不仅仅是给 中国电影开拓了 新的收入渠道这么简单 对于很多人来说 小时候电影院没有那么普及 看一次电影还比较奢侈 不少人最初对于电影的印象 来自于电影频道 大量的外片 港片和国产老片 构成了不少人的电影启蒙记忆 一刀未剪的泰坦尼克号 惊悚的V字仇杀队 《楚门的世界》等等 如今 豆瓣高分榜上的电影 很多人都是在电影频道上 第一次观看 不知道你在电影频道上 看的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 是什么呢 这些年 中国电影院遍地开花 荧幕数量暴增 但仍然有大量观众 不愿意震腾半天 跑上电影院坐下两个小时 却很喜欢躺在家里看片 电视上的电影 就成了免费观看 正版电影的最佳途径 在播放的内容上 电影频道也比电影院 有更广泛的选片空间 能满足更多普罗大众的需求 一般来说 电影院实际上 进口片占到了比较大的比重 2019年 进口片票房占比36% 早前年 国产片常常被进口大片吊打 电影频道则是以国产电影为主 尤其是那些 院线票房就很高的国产电影 无疑更容易受到 所有连宁层的观众喜欢 2020年 CCTV6的收视率排行榜 虽然受疫情影响 很多好片没有上映 但占据榜首的 仍然是中国记长 而在2018年 在前十里 战狼2占了四席 前五十里 战狼2占了六个位置 为了收视率 六公主竟然丧心病狂地 放了至少六遍战狼2 电影频道经常是 好的国产电影反复放 2017年 高居电影频道 收视率排行榜第五名的 是九年前的老片 举起手来2 追击阿多婉号 他的前一部举起手来 是一部16年前的老片 还曾登顶2016年 CCTV6收视率第一 这类电影 经过时间的沉淀 和观众的选择 已经成为电影频道的 保留节目 每年必放 收视率都还不错 没看过的要去看 看过的还想再看 甚至在网络时代 视频网站如此发达了 有人一看到 电影频道片单中 出现了自己喜欢 想看的电影 还会互相提醒观看 这种千里共缠缺的感觉 大概是视频网站 永远取代不了 电影频道的独特魅力 前面我们也提到 电影频道从成立之初 就和中国电影产业 形成了互相扶持的关系 所以电影频道 能够很快接棒面线 成为优质国产电影的 第二放映点 一部电影再热 没去电影院看的人 永远占大多数 战狼2观影人次全球第一 1.59亿人次也就到头了 而电影频道 一轮又一轮的放映 既满足了更多观众的需求 也给片方带来了回报 电影频道26年的经营 也诞生了不少好的栏目 不少观众也对这些栏目 产生了感情 年纪比任何00后 都大的《加片有约》 从1998年开始播出 陪着无数人 度过了多少精彩的周末 《加片有约》 并不是单纯给观众 播放一部电影 而是会找一位 著名的演员 导演 主持人 或者电影学院的教授 从电影的幕后制作 或者是直接聚焦 其中一位演员 导演 为观众矫解这部电影 他不会试图干预 观众的审美和判断 而是提供更多观看 和理解电影的角度 从而让观众 时常有打开 新世界的大门的感觉 有些人可能还记得 有一档叫做 《第十放映室》的节目 这档节目 因为对盛行一时的 割类烂片 电影行业乱象的揭露 而著称 其讽刺辛辣 批评深刻 令人咋舌 比如评论电影《次灵》 对于周杰伦的粉丝来说 哪怕周杰伦在电影里 什么都不干 就那么站一把20分钟 很遗憾 讽刺的现象 在之后的时间里 随着粉圈现象的崛起 而大面积泛化 但今天滴滴君 还是不得不佩服 蓝幕组的先见之明 和犀利刻薄 电影频道在一定程度上 也有着相似的刻薄 只是电影频道的评论对象 不再止于电影这个对象 而是用电影 来评论世界和社会 只要熟悉了 电影频道的这些节目 和一贯的表达 就知道六公主这些年 对时事 娱乐热点的内涵点评 并不是哗众屈众的表演 而是真真切切 对各种仇恶事物 现象的反击 是对社会价值观的 捍卫和保护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 凭借一个电影频道 来完成 去无存经的社会任务 但是 看到这样一个 小小的电影频道 能在众生喧哗的当下 坚守一种端正的三观 不偏不移的 惩恶扬善 还得为这个傲娇的六公主 掌声质疑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 听听讲的还不错 欢迎点赞 关注收藏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